美国东岸与墨西哥湾港口上万名劳工发动47年来首建罢工 摩根大通估计罢工将造成美国经济每天50亿美元的损失 影响全球供应链 北美最大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与港口劳资谈判破裂 10月1号起全面启动罢工 美国东岸至墨西哥湾沿岸的港口全面停摆 共计36个港口受到影响 这是自1977年以来大规模罢工行动 而罢工行动已经导致许多货物转向西部港口进一步加剧拥塞 摩根大通估计罢工可能将造成美国经济每天50亿美元损失 分析时警告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国内物流行运业者台华研判 美东罢工如果延续超过两个礼拜影响将持续至今年年底 甚至明年初 传公司运能至少要折损10%到20%左右 运费及相关附加费将大幅上涨 白宫周日声明表示正在监测对供应链的影响并评解决方案 预计对消费者的初步影响将是有限 新短电视罢光临省为同台湾台北综合报道